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是5点来到 这里营业时间是中午12点至晚上11点 先看看价钱牌 晚市分为很多时段 最便宜的是特价时段 星期一至四 5点至7点 只是200.800元 或者5点半至7点半都很适合 晚市都是两个小时放题 如果想吃两个小时 价钱就高一点 而其他黄金时段 是分为很多价钱的 而5时放题 就可以吃三个小时 是由12点至3点 这里的放题 是用手机落单 也很方便 但也有自助区 先带大家去看看 这里有很多食物 特别看到我喜欢的榴莲蓉 是D24苏丹黄榴莲 热盘方面 有麻辣小龙虾 还有羊腩煲 和四汁精鲜 有饺子和章鱼丸 另外有养颜的椰汁鲜奶炖烟锅 和松草花花胶鸡汤 饮品方面有铲汁 有梅酒清酒 也有咖啡机 还有很多茶包 另外有软雪糕机 有两款的味道 另一边有一排的雪柜 是摆放了很多的饮品 特别这里有很多罐装啤酒 有很多的牌子 所以都立刻拿了 这一罐有苹果味 也想试一下 另外有各款的汽水 有果汁 还有韩国罐装饮品 还有各款的茶 凉茶 另外还有一些纸包饮品 还有冷泡茶等等 冷盘方面有冬虾和青口 另外有很多款的小食 例如麻辣鸡臣 中华沙律 带子裙边等等 旁边有些蔬菜 还有水果 另外有龙虾沙律多士 櫻花蝦豆腐 和一些寿司 还有炮菊 適合小朋友 而甜品就摆放在这个冰箱里 有很多的迷你甜品 和蛋糕 还有我喜欢的榴莲大福 另外会有雪糕雪条 是任食的 除了这些之外 最近是新加了 哈根大雪糕任食 也是回本位 看完市座区有什么吃 就叫了几款色煮的菜式 色煮看起来不错 这款的烧蚝 加了很多蒜蓉 也有少少辣椒 蚝很多肉 非常野味 好吃 这款的扇贝 调味应该和蚝一样 也有很多蒜蓉 很香 但只是很大粒 也很好吃 这款的炒杏子 加了很多的豆豉和葱 调味刚好 杏子很爽口 也挺好吃 而羊腩煲在自助区也会有 但现在可以用QR谷点 即煮有个煲就更正 羊腩是非常淋 点腐乳是好吃 在冬天是必吃的 这款蟹粉扇豆苗的菜式 在酒楼吃应该不便宜 上面加了一些蟹籽 豆苗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吃 加了蟹粉的献汁 变得好鲜味 更加好吃 这裏的调味也挺好 这款菜式的虾球非常大粒 加了香浓的芝士忌廉汁 入口很有惊喜 那些虾很弹牙 芝士非常香浓 但不会很薄 而且是好吃的 这款鲍鱼炖海芯 是刚新家的 有鲍鱼又有海芯 也都是酒楼贵价的菜式 鲍鱼正常 烟烟烟烟烟烟 用鲍汁炖通常都会好吃 海芯特别入味 鲍汁很甜 很不错 我们叫的刺身来到是非常有惊喜 放在船上加一些干冰 效果是多好 要先打卡 这里的刺身种类很多 应该差不多有齐在这里 看到圆粒带子很大 很嫩滑 吞拿鱼 看到就不太多根 口感不错 油甘鱼很有干渣 很爽口 有点鲜甜味 三文鱼的样子很漂亮 很嫩滑 很新鲜 这款好像玫瑰花 叫做双色刺身花朵 是蜜鱼拼白虾 上面加了蟹籽很漂亮 有两种口感 很好吃 另外还有鲍鱼 是机煮冻鲍鱼 味道很甜 必吃 最近刚刚新加了这款圆石粒背 已经切好了一条条非常爽口 又不会腥 也挺好 另外甜蝦是正常口感 尺蝦很新鲜 也不错 这里还有松叶鞋鱼吃 海水味不算重 还有鲜甜味 质素很好 我们之后再叫了比较矜贵的刺身和寿司 这款三文鱼筋子刚刚新出的 平时放堤比较小吃 所以要试一下 筋子上面还有些新鲜芥辣 吃下去和鱼籽味道差不多 吃到那种鲜味 这款南奇中拖螺寿司是必吃的 也是最近才有 入口中拖螺有融化的感觉 可以任吃中拖螺 是很划算的 这款芯鱼也是新加的 看起来很有江泽 入口很滑 有少少的口感 还有鱼籽一起吃是更加鲜味 加上甜醬油是很好吃的 池鱼王也是刚加的贵价刺身 也很新鲜 我是很喜欢吃池鱼 是很喜欢那种口感 也有少少的鲜甜味 另外还有红酒南莓鵝肝 鵝肝不是煎的 就不会很油腻 而苹果是很新鲜爽脆 我觉得南莓的甜味 配上鵝肝是很夹的 可以饮食是非常棒 还有烧榴莲是这里的主打 这个金枕头榴莲是非常香甜 爱层是烧得很香 里面的榴莲是软绵绵 吃完一个还想再吃 喜欢吃榴莲就不能错过 除此之外 还有女士们喜欢的 椰黄3.6牛肉燕窩炖蛋白 上面真的是燕窩 入口蛋味很香 甜到适中 是养颜知损 我们也在自助区拿了些芝汁蒸鲜 它的鲜是很厚肉 是很新鲜 它的芝汁调味非常好 另外也拿了些榴莲蓉 入口是很冰冻的 榴莲味很浓 有一丝丝榴莲口感 我都很喜欢吃 另外松草花花膠鸡汤 看来色水很浓郁 果然很香甜 鸡味很浓 应该是落足料 其实自助区的食物 看来做得一点都不足够 还有椰汁鲜奶炖燕窩也要试一下 我看来很上手 应该女士们喜欢 真的有燕窩 也有红棗 主要是鲜奶味 椰汁味不算浓 但都可以 我觉得是不错 之后再叫了 孜然风炭烤羊鞍 味道是热辣辣 很香 入口是超软的 很香 孜然粉味 就不会太熟 有羊枝味 很好吃 如果喜欢吃牛肉 还有瘦喜烧牛肉锅 可以叫 这里是二人份 牛肉很滑 汤很甜 里面还有很多菜 很适合冬天吃 之后还叫了海胆 蟹粉 蟹肉粥 都是二人份 颜色看起来很棒 里面有些蟹脚 粥是煮得很绵 吃到有少少蟹味 是好吃 这里真的有很多食物 就试不完 之后再吃哈根大雪糕 就很满足 总结来说 200多元就可以吃到这么多食物 是很超值 还有最近新加了很多贵价食材 是很快回本 味道烹调也挺好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过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影片 还未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 还有记得like和share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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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e 不到 对 拜拜 Bom